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 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每年美国约有79万5000多名的患者 因为诊断错误而死亡或是导致永久残疾 那么在这么多的病例当中 又有哪些疾病最容易被忽略呢 来看研究报告的详细内容 多年来公众对美国发生的医疗误诊数据知之甚少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姆斯特朗研究所 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 到目前为止估计每年约有37万1000名患者 因误诊而死亡 另有42万4千人因为误诊而永久残疾 所涉及的医疗健保机构 包含急诊 门诊 专科以及住院系统 报告称 这已估计与先前多项研究所得出的数据相匹配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表示 大量误诊已经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诊断中心主任 大卫纽曼托克博士表示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误诊是我们面临资源最匮乏的公共卫生危机 医疗专业人员继续误诊患者 因为整个医疗领域没有对这个问题 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资金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 有些疾病的误诊率很低 而一些特定疾病的误诊率则超过一半 数据显示 只有1.5%的心脏病发作被误诊 反之有62%的脊柱脓病例被误诊 研究人员发现 中风患者一旦被误诊 患者及其家人所面临的后果最为严重 而在所有中风病例当中 有超过17.5%的情况被误诊 报告同时显示了 最容易被忽略或误诊的五种疾病 分别是中风 败血症 肺炎 血栓 肺癌 数据显示 仅这五种疾病就导致了 因误诊而致死致残病例的近40% 由于误诊病例类型相对集中 研究报告作者指出 如果能将以上击种疾病的误诊率 减少50% 那么每年至少可以减少 15万人的永久性残疾和死亡 中天中望准理报道